大家好,今天让我们来介绍一下HTML Javascript and CSS的第二讲。 首先,今天的日程安排是,一,课程内容,二,内容总结,三,实验作业。 第一部分,让我们来讲一下HTML的标签。 首先,HTML的标签可以拥有属性。 其中,一,A标签,它是定义的是HTML的链接。 二,H1到H7,这些标签,定义的是HTML中字体的大小。 三,Body标签,定义的是HTML内容主体的部分。 四,Table标签,定义的是HTML中的表格。 其中,H1标签中可以加入Alene这个属性。 当Alene的Incentral的时候,我们H1这段话就可以中央对齐。 而Body中我们可以加入BGColor这个属性。 它是用来设置背景颜色。 Table标签中,我们可以加入Border这个属性。 它是用来设置表格边框的大小。 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首先,我们打开一个空的这个文件。 我们在其中写入HTML,关闭HTML。 我们在其中Body的部分中,我们要给它写入改变一下颜色,写入一段话和一个链接。 首先,我们可以看到打开Body和关闭Body。 我们先写一段H1的代码。 关闭H1。 我们可以叫Me一个碳号。 我们想让这段话中央对齐,我们就加入Alene。 我们让它等于Center。 不要忘记这个双引号哦。 然后我们再写一段链接。 A标签中,我们加入HREF。 我们让它等于 搜狐这个网页。 所以说我们加入就是http 碳号两个斜杠 加入www.souhu.com 我们让它等于 this is a link 也就是当我们点击this is a link的时候 我们就会自动跳转到 我们所要查询的搜狐这个网页。 我们在Body部分中 可以加入BGColor这个属性。 我们让它等于 Yellow。 所以说我们所设的背景颜色就为黄色。 这样我们就做好了一个很简单的网页。 我们给它起名叫test。 然后保存的类型是html。 然后保存的类型是html。 我们进行保存。 我们进行保存。 运行。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所建立的这个网页上 我们所做的这个H1的这个标题 它是在中央对齐的。 而我们所做的这个超文本链接。 当我们点击this is a link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它就切换到搜狐的手印。 完成了这一部分 我们接下来继续看。 Html标签 在这里面给大家演示了。 接下来我们说下同轴标签。 同轴标签中我们介绍一下一个是spam标签。 它是用来组合文档中的行内元素。 而em标签是把其中文本表示为强调的内容。 而死状标签是用来加粗字体来强调内容的。 接下来我们来谈一下Html的列表。 Html列表分为两类。 一种是序列表,一种是无序列表。 序列表是以ol标签定义的。 无序列表是以ul标签定义的。 它每行的元素都是由li来定义的。 这是两个例子,一个是定义为序列表,一个是定义为无序列表。 我给大家做一下示范。 我们在刚刚做的这个网页中,body的部分,我们加入一个ol,ol也就是序列表。 我们关闭它。 在其中加入一行元素,也就是以li定义。 比如说我们加入spot。 然后我们再加入一行元素。 我们叫notes。 关闭它。 这样的话,我们一个序列表就建成了。 我们保存。 切换到我们刚才所用的网页上,刷新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所谓序列表,也就是它们前面的这个数字是1和2。 那什么是无序列表呢? 我们再写一个以ul开头的无序列表。 同样道理,我们可以给它中间加入两行元素。 我们同样是给它起名一个shallspot,一个叫notes。 。 好,我们保存一下。 刷新一下我们刚才的网页。 大家可以看到,这两行开头的元素是一个点。 所以说,这就是有序标签和无序标签的,它这种两种列表的区别。 完了html链接和命名网点,我们来讲一下html中怎么插入一张照片。 我们用到了图像标签img。 其中img标签有两个重要的属性,一个是s2c,一个是alt。 s2c它定义的是图像的url地址。 alt它也叫替换文本,alt这个替换文本是做什么用的呢? 就是当你的一个网页中的照片失效的时候,在我们这个照片的位置上就会有一个文本显示出来。 读者可以看到这个文本,这个文本它就是用来描述这张照片的。 我们可以看我们这个img格式的插入图像的一个格式。 好,我们在刚才的这个网页中,我加入了一张照片。 这张照片是我在这个我们网页同步下的一张照片。 它一双鞋。 你可以看到是img标签开始,然后结束。 其中有s2c和alt两个属性。 我们进行保存运行。 可以看到我们在刚才所做的这个网页中,我们成功插入了一张照片。 好,讲完了html中如何插入照片。 我们来讲一下html中如何插入表格。 html中表格标签是由table定义的。 在table标签中我们又分为三种小标签。 第一个是tr标签。 它是用来分隔行。 th标签是用来做表格的标头。 td标签是用来做表格的数据。 我们可以看下面这个例子。 其中我们对于行跟列是可以用来合并的。 用来合并列的是cost版这个标签。 这个属性。 用来合并行的是rows版这个属性。 大家可以看一下例子。 那么我们首先给大家做一下演示。 这是我刚才做的一个table标签的一个代码。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在第一行。 这个以tr为开头的第一行。 我们加入了th。 两个th。 也就是我们第一行的第一列跟第二列。 我们作为了header。 也就是标头。 第二行的第一列。 第二行第二列。 第三行第一列。 第三行第二列。 我们都是插入的内容。 我们保存一下。 运行。 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表格做好了。 但是大家会好奇。 为什么这个表格它没有一个边框呢? 这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 我们table标签中可以加入border。 这个属性。 我们让它等于1。 保存。 刷新一下我们这个网页。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所做的这个表格。 就出现了它边框。 那么我们来做一下行跟列的合并。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表格。 假如说我们想把这个表格的第一列和第二列。 其中的第一行的第一列和第二列合并起来。 我们就用到了一个叫call span。 我们来设置一下。 我们在这里面写入。 我们在第一个t式后面写入call span。 我们让它等于2。 所以说这个时候因为第一行跟第二行我们合并起来了。 所以说我们把第二个th里面的东西删掉。 我们在第一个里面写入line1,hander,1,2。 也就是第一行的第一个header,第一个标头,第二个标头。 保存。 保存。 运行。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第一行的第一列和第二列就成功的合并起来了。 同样我们如果想把第二行和第三行的第一列合并起来。 该如何做呢? 我们在第二行的td,也就是第一个td中,我们加入roll span。 我们让它等于2。 然后我们在第三行,我们把第三行删掉。 第三行的第一列删掉。 我们这个可以写到第二行和第三行的第一列。 我们进行保存。 运行。 你可以看到我们第二行和第三行第一列成功的合并在一起。 我们今天的课就讲这么多。 我们做下总结。 第一我们讲到了链接标签。 第二我们做到了图片标签。 第三我们做了列表标签。 第四我们讲了表格标签。 给大家留一个客户作业。 我们制作一个网页如下图。 首先我们做一个无序列的这个列表。 紧接着是一个加图字体的。 我们给它做一个he的段落。 然后下面我们做了一个表格。 大家可以练习一下怎么样合并行跟列。 再往下。 是一个超链接。 我们这个链接是绝对链接。 可以直接链接到谷歌的手印。 而其中我给大家一个小小提示。 表格中我们加入的边框。 这边是用boulder这个属性来改变的。 我们可以让boulder等于123。 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讲到html中的form的一些标签。 以及form标签的一些功能和用法。 然后我们会讲解一下html5。 那么好,大家今天课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下次再见。